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呢 要在模擬失明室當中 來捏我們的角色Cora 那這位Cora呢 她是一位 比較帶有這種野性 運動美感的 這種健康美感的一個女神 那我現在就開始捏她囉 那這邊呢 剛剛按照光臨 就是我先隨機隨的 我覺得看起來我覺得 比較順眼的角色 然後呢 再來從這裡開始捏 那我就先從眉毛開始囉 那眉毛的部分呢 這次我選用了一個比較細的 稍微比較 偏細一點點的眉毛 但是也不是說很細 然後呢 這地方 她的眉毛的高度 她的眉弓呢 我把她用的稍微高一點 就是稍微的比較 不一樣的感覺吧 也可以說是比較歐美風的感覺 然後在眉毛呢 我先大致下弄一下 因為啦 大家都知道啦 其實呢 真的是每個五罐呢 隨著我去捏早色呢 其實都會在做微調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 每個五罐呢 先大致上黏一下 那捏好之後呢 我再看說哪邊需要做微調 再同時調整囉 所以眉毛部分呢 我就大致上先調一下 稍微調到我覺得 合適的高度 還有點角度就好了 那我現在呢 選她的眼睛 那眼睛的話呢 我就是選了這個 這個稍微 看起來 嗯 比較 深邃一點的眼睛 那現在呢 調一下大小 那她的眼睛呢 我不希望說她的眼睛看起來太大 因為我希望說她看起來感覺是比較 帶有種 嗯 比較 野心美 健康美感的嘛 所以我希望說她看起來不要說很洋娃娃風格 所以眼睛的部分呢 沒有幫她捏得很大 這邊做一點微調 那她眼神呢 稍微一點點的貓眼 可是沒有說非常的往上 稍微有一點 那我眼睛呢 初步調整好之後呢 我膚色只是隨便調而已 最後膚色我幫她選了一個 比較健康的小麥色 現在我的膚色呢 只是為了方便我看說 看得清楚 就跟每個地方而已 所以膚色是隨便選的 然後現在呢 我開始來捏鼻子囉 那鼻子的部分呢 就是 比較一般的鼻子吧 可是不會說很翹的鼻子 就是 中等的鼻子 那鼻子的部分呢 一樣就是 嗯 匀襯 就應該很難去描述欸 就是我覺得說 看著五官比例 怎麼樣的鼻子高度 大小覺得好看 先大致上捏一下 然後呢 最後再一起做調整 然後現在呢 我開始來捏她的嘴巴囉 然後嘴巴呢 希望說幫捏一個看起來比較豐裕的 性感的嘴唇 就是比較歐美風這種嘴唇吧 比較 嗯 風雨的 比較厚實的嘴唇 然後臉型的部分呢 也稍微幫她改一下 那臉型呢 是稍微的 嗯 蘋果肌比較飽滿一點 看起來比較健康一些 然後呢 臉沒有說幫她弄得非常的 嗯 窄 就是呢 也很難用秒數啦 對啊 然後我現在捏捏捏捏之後呢 覺得說眼睛可以再小一點 所以眼睛又幫她再調小一點了 然後這地方呢 臉頰做一點微調 這邊 那等一下我就開始來選膚色囉 那膚色我選了哪一個 我選了這個 就看起來比較健康小麥色感覺的膚色 然後呢 現在臉的五關 每個大小捏好之後呢 我繼續做各種微調 感覺怎麼樣捏 比較符合我想要捏出來的感覺呢 這邊 一點捏一杯桃枕 只能是每捏外一個五關呢 就覺得說好像這地方抓逃一下 好像那個地方抓逃一下 所以這件是很難一次捏到位 然後像我覺得說眼睛的角度好像可以再逃一下了 這邊下巴也做點調整 那下巴呢 我也沒有說讓她捏得非常的尖 就稍微偏尖 可是又帶有點圓潤感吧 好 就是又保了她的下顎的一個角度 那現在呢 我開始幫她選她的腮紅囉 那腮紅的話呢 用了一個比較健康的 稍微帶一點 就是 咖啡色感覺的 暗紅色感覺的一個 腮紅 然後我們的腮紅說完之後呢 我開始幫她選她的睫毛囉 那她睫毛呢 我也沒有說幫她選的非常的 就是澎湃的睫毛 因為全身呢 希望她看起來比較 運動健美風嘛 所以這睫毛呢 就是 有睫毛 蠻長的 可是沒有說非常的誇張這樣 然後幫我選一下她的眼影 然後眼影的部分呢 我選了這個 眼頭稍微打亮的眼影 看起來比較 嗯 有點貓眼感吧 就是眼眉磊往上翹的這種眼線 上揚眼線 然後搭配眼頭打亮 然後呢 眼影部分呢 是幫她選了比較 大力色系的咖啡色 看起來比較自然一些 這邊 眼影 那嘴唇顏色呢 我只是隨便隨便想 這個部分我做到做手改 我就是 給她上了點妝之後呢 覺得說鼻子的 樣子 好眼睛的助理 想來做點微糖 所以這邊繼續做調整 然後現在呢 我回到了 哪邊呢 回到了嘴唇 開始精致巴筍她的口紅了 那口紅呢 雖然說我用了 嗯 看了一些魔族的口紅 可是最後呢 她的口紅我是巴筍了 尤其那本身的口紅 正嘴巴就是魔族的口紅呢 雖然說真的很泡浪 那其實遊戲內本身的口紅呢 有很多超好看的 對啊 所以我後來呢 最後是幫她選遊戲內的 這個也只是我隨便損一下 那她的口紅顏色呢 我是希望說幫她選個裸色 那原本是損現一個口紅 不過最後呢 我覺得說這個口紅的顏色 有一點太裸了 感覺氣色會比較差一些 因為其實啊 進到遊戲裡之後呢 樣子都會跟在我們這個 創建人物的時候的樣子 有一點點不同嘛 因為在遊戲中呢 其實人物不會說這麼的精細 會稍微的喔 嗯 壓縮一點點 雖然說沒有差很多啦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摳拉沼色呢 我這邊塵布捏好之後呢 我進到遊戲裡稍微的玩了一下 看下她樣子 我最後又幫她的五官做了一點點微調 一點點而已 沒有說微調很多 好 那我現在呢 又開始回來調整她的 渣額的部分囉 這樣我把它調得稍微比較冷藻一些 看起來比較個性一些 然後嘴唇呢 然後下唇看起來稍微比較追一些 就是一樣是瘋滿的 可是看起來能稍微有點追追的感覺 感覺比較可愛一點 然後現在我可以真正的幫她省口紅囉 這邊我就在看說 要省哪個呢 真的是一個掙扎啊 每個都是好好看 好 這邊我開始 上口紅之後呢 又覺得她的嘴唇可以調整囉 嘴唇 覺得她笑太多囉 所以稍微的讓她不要笑那麼多 那邊感覺好像 隨時都很開心的樣子 有一點好笑 好 那這邊呢 我口紅把它看了很多種之後呢 我最後選用了這個遊戲內本身的口紅 其實這個口紅呢 其實我還蠻愛用這個口紅的 這個遊戲內口紅呢 它是比較淺的 比較自然感覺顏色 看起來也是偏裸色 可是稍微呢 會讓氣色看起來比較好一些 那近有色列的時候呢 也不會說看起來氣色不好 並且近有色列的時候呢 她所有顏色都會稍微的衝淡一點點嘛 所以覺得這顏色其實剛剛好 還蠻裸色的 但她的髮型部分呢 我包含了這個 看起來比較隨性 好像用手 隨便往頭上一撥這種感覺的髮型 覺得蠻適合她的個性啊 然後呢 髮型上去之後呢 我就去微調她的五半囉 覺得說她眉毛呢 可以再高一些 角度可以再更挑高一點 然後眼睛的距離 各個小東西呢 再做一點微調 這邊 眼角 覺得說可以稍微的 上癢一點點 這邊 然後鼻子再做一點微調 那我們現在呢 再幫她眼球 稍微做一點微調 這邊 搭上微調好之後呢 我就來幫她選她的耳環囉 那她的耳環部分呢 我是幫她選了這個大環 因為覺得這個 一個大的圓圈環呢 蠻適合她的 Style的 所以就幫她選那個囉 然後現在開始調身材 那身材的話呢 首先就是 讓她看起來比較駝背 因為覺得說 一個人如果彎腰駝背的話 看起來就不是那麼有精神嗎 所以呢 稍微的先調一下她的 整個體態的感覺 然後呢 我又回到臉了 臉這邊又覺得說 嘴唇可以再豐滿一點 就是各種微調 然後這邊調好之後呢 我回到她的身材了 那她的身材呢 希望說 看起來稍微的 比較豐育一點點 可是沒有說很豐育 就是我希望說 把她的身材調整 好像 有在運動的人的這種感覺吧 呵 因為她的角色設定的關係 那我們一開始呢 她的上衣 我先大致消除了這個 就是我希望說 幫她選的上衣呢 就是用 好像 會露肚子中一半截的上衣 不過最後呢 她的上衣也會在做更改 最後我不是選這一個 那我現在呢 先暫時幫她選上衣呢 這個也是遊戲內本身上衣 那褲子的部分呢 幫我選了一個 比較中高腰的褲子 然後稍微倒點破損風的 中高腰牛仔褲 後來我選了這一套 是這一套的顏色蠻好看的 那上衣呢 大家如果看我的其他部影片的話 呵 應該都知道啦 她的上衣呢 最後我幫她選了一個 也是用 半截的運動風的上衣 那那個上衣呢 也是遊戲內本身的 那現在呢 我幫她選她鞋子咯 要調整她的 下半身 看起來比較健美一點 表示看起來那麼的 瘦弱的感覺 那現在呢 我幫她選她的手環咯 那她的手環呢 一邊是幫我選了那個 套手臂的 覺得那個手環蠻好看的 幫我選那個 然後呢 另外一邊是選了比較多層的手環 然後現在呢 我最後看說 我到底最後要選哪個風色呢 要選帶點紅色調的 還是選這個掃蠻色調的呢 那後來是選這個掃蠻色的 呵 後來選了這個 然後現在呢 幫我取她名字咯 她名字叫做 Cora 那現在看到了呢 就是呢 她進遊戲之後 我看了一下她遊戲內的樣子之後呢 做點微調最後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Cora最後的樣子咯 那眼睛大小呢 那眼睛大小呢 稍微的調一點點 然後鼻子呢 做一點點微調 因為今天遊戲裡的時候呢 角色時常會做一些奇怪保情嘛 呵 所以就是呢 稍微的把眼先做一點調整 而她的衣服部分呢 我做了這個 紫色的 有些那本身的運動風上衣 覺得這個上衣蠻好看的 很簡單俐落 蠻符合她的風格喔 然後呢 褲子維持原樣 然後呢 幫她綁一個衣衫 呵 感覺比較休閒的感覺 那她個性呢 她很浪漫 然後呢 她非常的衝動啊 呵 然後呢 還有一個我選的什麼 我忘記了 好那個圖外呢 應該是很有自信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 呵 好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Cora角色的 創建人物影片咯 那今天影片呢 到這裡結束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喜歡 記得幫幫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 別忘記訂閱 就是最新消息喔 感謝收看 拜拜 所以呢 rift字幕旁綁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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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唤